飞行高度降低至50米 中国抖音广红操控无人机 接近我国天下第一哨马山哨所 还标示出观望台 随即抛下一叠宣传单 就被抛走 传单内容写着 台湾归来西 任祖归宗天津地义 结果还祝同胞们端午安康 清门踏户的行为挑衅力会浓厚 6月7号先是飞到马山哨所 隔天又飞到金门大学和清门县情局 还说要来丢烙帐 那这个漏洞说真的 重力加速度 你可想而知 如果达到人怎么办谁负责 军方这边可能要相对的 要有一些更强悍一点的措施 我觉得不然这个东西 会越来越超过 有点石碎之味的感觉 其他奇怪的东西都有可能 金门乡亲难免忧心 因为这已经不是无人机 第一次侵入金门 之前也有微博播主 来空头榨菜和卤蛋 说要慰问前线守军 部分入区居心不明人士 意图借此争取媒体关切 其行为心态均不可取 金防部痛批 这举措无助区域和平稳定 南绿立委也同声谴责 这无聊行径 这些应该是不符合规定 中国大陆也应该做出 相关的制止行为 那对两岸的关系 才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用科技能力来增织 来拦截这样子的无人机骚扰 也要提高我们驻地官兵的概念 对于无人机的发现跟处理 必须变成是基本的能力 那我们现在除了拦截枪以外 未来会有相关的拦截设施 来进行处理 军方也坦言 这一次马山哨所确实没有察觉到 无人机闯入 但7月的汉光演习 金门驻军如何反制无人机 也可能纳入演练 参谋总统长没加速 冬永杰前夕也视察金门 还有周边领导 了解演习先期的准备情况 您喜欢的综合报道